由人家伦,迪丽热巴主演的古装玄幻剧《玉交记之》与君初相识已经杀清有几个月的时间了,后期的制作也大致完成,唯一让观众们期待的,可能也就是该剧的播出时间了。 伴随着《玉交记》的收官,剧方曾经发布过一些简单的剧透视频,当时因为主演造型、服装以及道具的问题,受到了不少网友的吐槽,想必后期会进行一波改善的。 人家伦与迪丽热巴都算得上是娱乐圈最近几年的演员中的佼佼者了,他们二位无论是颜值、演技、人气都是相当不错的,出演过的大部分剧作也很火爆。 比如任佳伦的锦衣之下,周生如故,迪丽热巴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,枕上书,由此可见,他们二位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,只是在《玉交记》之与君初相识中,有些造型和服装不太完美,再加上一些糟糕的特效,才会使得当初的视频预告显得那么拉胯。 无论如何,这部游人家伦,迪丽热巴主演的《玉交记》已经是播出在望了,这对于喜欢古装剧的观众和喜欢主演的粉丝们,绝对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好消息,大家就是拭目以待吧。